2013 百大最佳發明 仿生眼作盲人看世界 同 Google Glass 一樣 仿生眼 Argus II 都有一個攝影鏡頭 可以將影像傳送到容者眼中的晶片 靠上面的電極刺激視網膜 視覺神經就會將訊息傳送到大腦 因為視網膜色素病變 而導致生命的病人視力就會由這樣 變成看到有60pix假像度假影像 難怪在美國科技新時代集資12個範疇之中 仿生眼可以成為百大最佳發明之首立 視像會議不止固定在一個地方 還可以走來走去 感覺就像跟真人說話一樣 獲頒硬件大獎 而講到硬件又怎可以留下 現在地上最強價的電腦晶片 以及大大改善3D printing粗糙感 及激光立體光刻技術 這部打機神器這麼高規格 娛樂大獎還是你嗎 又是3D printing 還是超行大獎 對度身訂促的釘鞋 收集了運動員生物力學數據 不止適合腳型 每一對還只是重3.95oz 雜誌空深深入木室 就可以將酒倒出來 雜誌形容這些發明 都令我們的世界和生活變得更加安全 更加有效率 甚至比我們想像得到角更好 今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